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我是傅元老师 今天我们上的课件是画一个威士忌的酒杯 这个课件的一个要求就是要注意两个方面 一个就是暗部里面酒杯橘红色的区域里面的色彩渐变需要注意一下 再一个就是亮部的杯子上面的杯口那个位置非常淡的灰调子 需要注意一下 一定要注意别画脏了 画脏了效果就不好看了 所以那地方要稍微小心一点画 要争取不要插不要修太多 容易影响效果 那从这个步骤和流程上开始还是这样 就是要把稿齐好 把形都画下来 这个杯子呢就是要把里面这些位置都标注出来 这个相对麻烦一点 但是这个也是它出效果的地方 所以要把这个位置都先标注出来 标注的时候呢 还是用它倾向色的就是比较浅的一个颜色 它倾向于哪个颜色 然后用它稍微比它浅一点的颜色画 把位置都画好了之后 然后逐渐加重 这个彩线呢就可以一层一层加 就逐渐的把重度加起来 把基础的颜色先做好 做好了之后逐渐往上加 这样的话效果就比较稳定 不会有太大的问题 每一层的每个色层的颜色都要做够 不要匆忙不要着急 有的时候你太着急了 底下的色层没做得充分 那上面的颜色也做完之后也不好看 所以要把底下的这个倾向的颜色的色层都先做好 底下的色层做完之后 上面的颜色也容易做饱和了 因为我们现在要求的这个彩线的这个画法 要求全是按饱和画法画的 不是画的挺淡的那种 我们整体画的都比较浓烈一点 色彩饱和度高一点 所以我们需要要求把每个色层都做好 色层做好之后呢 色彩过度也要一点点做 把这个色彩的过度做匀了 因为它这个是一个透明的液体 所以我们要强调那种透明的液体感 把这个过度的这个过程做丰富了 做缓慢了 它就比较好看了 还有底下那个杯子底的那个亮部 那个亮部不完全是白的东西 应该有一点灰的调子 大家要注意一下 不能完全都都留空了 留白了 那就跟照片一样了 是吧 我们还是要遵循这画画的原则来画它 用这种工具材料 用绘画的基本原则来解决这个问题 这张画里面呢 就是亮部的这个灰 就是杯口这个灰调子要注意 暗部这个红 这个偏暖红的这种调子 画饱和 给它画饱和了 然后亮部留的干干净净的 暗部里面特别黑的那几个部分 一定要画的压住 形成一个反差 只有这几个反差的这个到位了 整个整个画面才会有一个 特别鲜亮的这种 特别透明的这种感觉啊 所以这个反差一定要控制好了 尤其画这类东西 这类东西如果反差控制不好 那你就不会有那种效果 就显得很灰 所以这个一定要注意啊 还有一个就是这个画 这种画有画玻璃什么的 修改的时候一定要特别小心 特别小心 要擦脏了擦得不好了 它就没有透明的那种玻璃的那种质感啊 我们这样画里面实际上挺强的这种质感 这个就是这个 这个作业的基本要求哈 视频有50分钟 然后大家慢慢的画啊 可以用这个跟着视频慢慢画 好那那今天的课就这样啊 那大家再见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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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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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